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还是持续受到 我这个低压带的影响 还有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其实天气还是有点不太稳定 那么最主要的话呢 就是因为其实两个台风 已经逐渐远离我们台湾 但是两个台风中间 就是我们台湾 是在它的一个中间一个低压带的一个范围里面 再加上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在迎风面地区 像是南部就容易有震雨或者是雷雨 而且一整天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有时候会雨势比较明显 这个短时强降雨的现象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中北部跟东部的话 虽然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但是云量也是比较偏多 那么也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尤其在山区 预计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 礼拜三左右 礼拜四太平洋高压 才会再逐渐往西边延伸过来 包含在南部在内的话呢 才会再转成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 但是都还是要特别留意 仍然有午后雷雨发生的机会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第三号台风芙蓉 其实在昨天已经登陆了 这个中国广东附近 目前正逐渐的减弱当中 对我们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第四号台风爱丽 也逐渐进入到这个东海附近 也慢慢的远离台湾 但是可以看到 虽然两个台风都对台湾 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我们台湾 就在两个台风中间 这个低压带的范围里面 水汽跟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加上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呢 低压带本来就会比较不稳定 加加上偏南风带来一些水汽 所以银封面南部 跟这个东南部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天气 相对来说就比较不稳定 比较容易有震雨或雷雨 中北部的话 云量也是比较偏多 还有我们东半部地区 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在外几天的这个天气的变化的话呢 其实到礼拜三之前 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都是高压比较偏弱 我们台湾在相对来说 气压比较偏低的环境里面 也有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到礼拜三之前都是类似的天气 礼拜四开始之后呢 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 逐渐往西边延伸过来 就是这个气压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偏高一些 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稳定 所以呢 这个天气大概在礼拜四之后 又会回到比较像是这个典型的 夏季型的天气 非常的这个炎热闷热 但是还是会比较容易有一些 我获得热队的发展起来的这个机会 你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降雨的情况的话 其实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偏江南部 像是嘉义以南地区 就比较容易有一些下雨的一个情况 一整天都有下雨的机会 其他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话 也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是在这个中午过后 山区容易有我后的一阵雨 那么未来四天的降雨情形 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其实降雨是一天比一天来的减少 但是礼拜二之前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多的 礼拜三礼拜四就会慢慢的减少下来 尤其礼拜四就会变成比较有 变成是零星短暂的 这个阵雨的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北部的话可以看到 低温大概是26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 还是比较偏炎热的这个天气 那么变化不是很大 中部的话低温是26度 中午高温33到34度 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变化 那么南部的话可以看到 低温的话大概是28度 中午高温也大概在31到33度 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礼拜的 这个后半段呢 会温度慢慢的上升起来 因为前半段的话 温量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偏高一些 所以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没有像那么热 但是在后面的话呢 就会比较热一些 所以呢 提醒大家 未来这个礼拜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降雨 那么在后半段的话呢 这个天气又会越来越炎热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门 下次再见